今天到这边来谈 谈这一场 其实感受比较平衡 因为在我二月初进到公务电视之前 其实我大概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新同第一线工作 所以离开第一线其实也没有很长的时间 那第一场大家其实谈到 就是回顾了过去十年当中 这个配合的一些成就从无到有 但是在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推崇这个成就以外 其实在这个十年的操作当中 我作为一个机构记者的角色 那我接下来会不断地出现机构记者这个名词 大概就是大家理解中的传统的商业媒体 或者是公务媒体当中的 这个建设型媒体的记者 那我作为一个这个机构记者的角色 在旁观或者有时候参与一些活动当中 其实我观察到在公民记者的这个概念 或者是在它运行十年当中 其实我会发现诸多不同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 或者说那个思考其实是 是越来越尖锐的 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之后 才有办法往前走 所以接下来会是我在这个中间观察到 我认为一系列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其实总归来讲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机构记者跟公民记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公民记者跟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 那第三个关系就是公民记者跟公民身份之间 就是你在同一个人身上成立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三个关系其实 其实我们去思考这三个关系的时候 这中间都有无数的问题 那我们就慢慢地往下讲 第一个就是机构记者跟公民记者之间的关系 那在过去里面 我们其实看到了机构记者跟公民记者中间 有两种关系 而且非常极端 那它的这个正面的关系 其实就是这个互补 就是说今天这个 因为公民记者其实 事实上散步的比机构记者要挂 特别是因为这个商业上的因素 使得很多的这个媒体机构 现在开始大量的裁设地方板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记者 然后有些地方记者 还要去负担那个业务上面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都使得这个公民记者 在特别是在地方跟社区的事务上面 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那刚才这个苗栗大福的这个 最经典的例子其实大家都谈过 我们就不再谈它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互补的关系 但是我相信各位在 各位同名记者在 你在做采访的时候 多多少少 其实你肯定碰到过机构记者的这个歧视 或者排挤或者冷黏冷语 那这些东西其实来自哪里 当然第一个来自心理上 就是说我相信很多的机构记者 心里面会有一种 就是我做了十年二十年 然后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跑新闻 然后于是我享有这个政府机构的这个种种优待 那凭什么你今天从家里拿一个摄影机来 你就要来跟我平起平坐这样 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心理不平衡的这种对待 我相信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碰过 那除了心理上面的以外 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或我们看到一个更严重的冲突 其实是采访资源的冲突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公民记者 这十年来的发展 为什么公民记者其实大量的集中在 或者我们看到的成就 大部分都在社区都在乡里都在地方 那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像这样的地方 其实并不存在或者是不太存在资讯接近 或者是取用的问题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在采访一个社区新闻的时候 我一个公民记者 或者我在采访一个地方新闻的时候 我一个公民记者 其实我跟一个这个机构的记者 我其实享有同等的站在现场的权利 但是当这样的新闻的类型 开始慢慢的往 譬如说在地方来讲 从社区开始往府会延伸的时候 或者是从地方开始往中央延伸的时候 或者是这些议题 从一般性的社区 开始往这个中央机构来延伸的时候 于是就会发生 新闻资讯接近权利的问题 譬如说这里有香港来的朋友 香港来的朋友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说香港现在 香港政府对于这个网络媒体 或者是这个新兴的公民媒体的态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直到今天为止 香港的网络媒体 不管你做得再大 狗背再好 你是不能够进入立法会 或者是在香港投 香港这个特首投票的时候 连进去点票 你均催访的权利都没有的 直到今天为止 其实还是这个样子 那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台湾比香港稍稍好一点 但是其实也一样严重 那也就是说 对于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讲到比如说今天在立法 大家其实很容易的去采访 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公民记者 今天我有志于做两岸关系 或者是有志于做国防 或者是有志于做高层的政治观察的话 我是不是跟机构的记者一样 有机会进到总统府记者会现场 进到国防部记者会现场 那这个资源的分配 这个资源其实是 坦白讲其实是有限的 而且它也不能无分配 因为它不可能让所有的 想采访的人都进来 那于是这样的游戏规则 要怎么样建立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苛的 一场挑战 公民新闻的发展 经常它会导演于 你自己的这个切身利益 其实你觉得没有得到公共媒体 没有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 于是你自己开始报道这个题材 那但是这中间会产生一个角色 混淆的问题 就是说今天当你自己在 投入一个特定议题的 看到 你在投入一个特定议题报道的时候 报道的时候其实你是 你所操作出的这个媒体 它更接近Propaganda这样的性质 就是它更接近一个宣传者 你是一个运动当中的宣传者 或是你是一个运动当中的记录者 那但是这个跟 现在我们对于媒体的这个中立性 或者是我们必须要监顾到各方意见的这个要求 其实是互相违背的 那也就是说 在许许多多的现场 这两种身份是冲突的 那当这两种身份冲突的时候 你选择哪一个 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2014年9月29号 雨展运动爆发 香港的雨展运动爆发之前 事实上在7月1号到2号的 7月1号到2号晚上的那天晚上 其实有一部分运动者 就在游行结束之后 他就实验了一次这个街头的抗争 然后在 我们当时在现场采访 就是后来警察就把所有的抗争者围起来 然后开始把他们拉走 就开始带补他们 那在带补的时候 今天如果你是作为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独立媒体有一些 就香港的独立媒体 它是一家媒体的 就有几个记者 后来他在当场 他本来是采访 但是后来看到那个场 他就觉得他很受败 他于是就决定放弃了记者的身份 他接受带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在区别公民跟公民没 我们在区别公民跟公民记者的身份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是被迫要做出区分的 原因在于说 以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在现场采访的记者 不管你是机构记者 或者你是公民记者 其实你是有不被逮捕的权利的 因为我留在现场的目的 我是为了要采访新闻 但是如果你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留在现场 或者我是一个记录运动 我是一个运动者的身份留在现场的话 那你当然是可能就会面临逮捕 那当然逮捕之后 当然就进到这个公民不服从 这样领域的一个抗辩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个记者的话 你无论被逮捕或不被逮捕 其实你都主张的是 唯有采访新闻的权利 因而阻缺违法 也就是说在公民记者跟记者这个身份里面 他的法律上是不一样的 他的法律评价是不一样的 那因此中间这条专业的红线画在哪里 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其实必须要把它想清楚的一个课题 那本来还有一个问题作文 叫做红素朱女士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有些不一样的判法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的话 我等一下愿意再跟大家谈一下 谢谢各位 谢谢 女士部你比较高兰 所以这一部分先跟想玩 再给你一点点时间 我们先分享吧 谢谢 谢谢 这些时间又在 好 好 红素朱女士的情况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今天作为一个公民记者 我觉得红素朱的问题就是 我不评价他这个人 因为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作为一个公民记者 存不存在专业身份跟个人身份中间的界限 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 我绝对不比任何人做出跟红素朱女士一样 那样那样那样的情境 但是我要接刚才的话讲 就是说今天他那些情境并不发表在一个 普遍被认为是他所服务的媒体上面 而是可能是譬如说YouTube一个他自己的频道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 脸书上 脸书上发表的文章 就是一个记者在脸书上发表的文章 究竟怎么样定性 那个其实是现在所有新闻机构 管理上面的一个大难题 就是说你认为他代表这个记者的专业身份的话 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是索朋友的 那我是索朋友被人家转贴出来的 那我一样受到这样的责备吗 就我认为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困难 也就是说今天让我们回看 很多的机构的记者 高层的长官甚至竹笔 如果你打开他的脸出来看 如果你都刚好是他的朋友的话 那那个中间隐含 他自己的发言中间有的偏见 甚至有的那种歧视 很多程度其实并不下红素主义 那我们在那样的情境里面在谈 我们会区分说 那个是他个人发言 并不代表他的报社 不代表他的工作 不代表他的专业身份 那何以一个公民记者 要接受这么严苛的考验 就是要接受一个这么高的标准 我可以说今天我不为红素主讲任何的话 而是我今天在乎的是说 今天如果机构记者有这个专业跟个人身份的区别的话 那公民记者是不是应该也要有 就是说他中间的标准是不是应该是一致的 那至于这个标准是什么 这同样是我们刚刚谈的 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 但是再说一遍 就是我不为红素主说话 但是我认为这中间应该有一致的标准 公民记者不应该受到超过他努力负担的这个道德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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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